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槍怎麼賣 但萬萬沒想到竟然在雜貨店裡面也可以買到 然後子彈就在這裡有沒有 我跟你說我們現在要去實彈射擊了 好啦我現在要發射AK47了 來來來來來大家引頸期盼的就是武器交易市場 其實這邊也不算武器交易市場 它就是一個小商店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到Milkala的那個Checkpoint 前面呢不到20公尺它就有在賣槍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槍怎麼賣 來問一下那個Updoor 裡面我剛看了一下至少有1 2 3 4 5 6把 就是兩把AK還有兩把那種單發的步槍 跟一個是那種衝鋒槍 打CS裡面一定會出現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知道在燕門槍枝氾濫 基本上人手一把街上都看得到 但萬萬沒想到竟然在雜貨店裡面也可以買到 前面櫃檯賣蜂蜜 後面就放了那麼多的各式搶寫與裝備 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好啦那老闆人非常的好 他讓我進來拍 那我們剛剛也問了這個價格 這個也是AK47 然後這個的話 我再查它的樣式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這一把的話它是大概500美金左右 對那你直接掏出現金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帶走 OK直接帶回家 這樣就跟買個買菜式一樣的概念 那它這邊也一樣很特別 它是用那個沙烏迪阿拉伯的壁紙 然後來換算 所以我每次都要換算 換算得蠻舊的 OK就是這一把 然後它的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彈夾是另外算的 它彈夾就是我剛剛問一下 一個彈夾 像這樣它上面有這個 有沒有 就是它放在上面彈夾有沒有 它一個是14 right 14 The magazine 就是14塊 大概500塊 400多塊台幣 就有一個彈夾 然後放了30發的子彈 然後這一發 這個的話 就是Front Front Ukrainian right Yeah Can I touch Yes Have a picture OK 蠻重的耶 這是我人生當中 第一次拿到AK47 對 它大概三四公斤吧 甚至是更重 我覺得 我覺得 能拍到這樣的畫面 已經算是 此生無憾了 在夜門這樣拿這個AK47 可以可以 然後請它拍一張照 然後可以放封面 好 好 子彈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好 那Hakak can do that 有沒有 OK It's like this 真的還蠻重的 對啊 這個AK47 打電動 是這樣子 打電動 這個 打電動是一樣的概念 這個 可以可以 打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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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塊美金 我覺得絕對划裝 因為在美國應該會更貴 子彈 在這裡 Can you see I'm so excited 這個子彈這樣子 小小的一刻 對 把它當紀念品 這樣 OK OK Let's start it But you have to hold the 12 OK Push your back 當你發射後 不然你再上手 On the mat Not in the air 從這裡 I just push right 好啦 我現在要發射AK47了 這個 後座力超強 It's very loud 非常大聲耶 人生當中 第一次AK47 在夜門 成功 就射了那麼一發 十塊美金 Wow It's very loud 真的超大聲 我跟你說 我現在 有點在抖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 剛剛Jumbo說 I'm so happy But if I want If in stay on I can shoot a lot Right Because some of your clients they want to shoot Yes OK Maybe next time But we need it for you OK Thank you so much 好爽喔 那個現在的感覺還在 你知道嗎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有點在抖 所以人生第一次AK47 大成功 好我們要去檢查哨 我竟然就在檢查哨前面大概100公尺 直接開一牆 人生值得了 好的 我們現在要一路向東南前往Mukala 度過我們在夜門本土的最後一個晚上 對比賽 我們在夜門的下廊 雖然是一路讓人到達一路 但是我們在夜門出現 可以讓人到達一路 對比賽 我們在夜門出現 對比賽 我們在夜門出現 對比賽 我們在夜門出現 這幾天早上的早餐我好像都沒有拍到他們會吃那個有點像芝麻醬 芝麻糊的概念但是他們是乾的 那我們剛剛沿路呢就發現了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駱駝他就是當成那個donkey的概念 他們就是一直在旋轉然後一直繞著這個走呢 他兩個小時就可以做出五公升的那個芝麻糊的概念 但是他很可憐他的眼睛跟嘴巴都被封閉起來了 然後剛剛那個捲毛跟我說只有男生就是男的公的駱駝才能幫忙拉 可能是因為比較夠力吧 然後那裡就有另外一隻小駱駝被綁在那裡 這趟來到中東呢看到太多駱駝的辛酸麵 那這就是在夜門你會很常吃到早餐一定會吃到那個芝麻糊的製作過程 就是像這樣子 好我要進去裡面看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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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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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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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來到這個Mukala呢 因為它是個海邊城市嘛 就一定要吃這邊的海鮮 好 那個Abdu現在在幫我們挑海鮮 那因為這也算是我在 夜門本土的最後一餐 所以也要吃得好一點 明天一大早10點半的飛機 就要前往Sokotra Island 這是我非常期待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魚有什麼樣的種類 這是魚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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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中東幾乎每個國家都會有像這樣的烤魚餐廳 尤其是以伊拉克的烤魚佳肴最有名 看看這個金黃色的魚肉 有夠好吃啊 入口即化 吃一下這個魚 它其實上來的時候很香耶 OK 直接用叉子給它叉起來好了 要不然他們就直接用手 因為現在魚太燙了 你看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的 都現烤了喔 多少錢呢 我沒關係 反正已經算在團輩裡面了 我們就認真的吃吧 然後沾著這個粉紅色的醬 有沒有 它這個就是有點像沙沙醬的辣醬 很棒 味道很可以 那來到美加拉這裡就是一定要吃海鮮 可是 這邊就只有魚啊 這邊就只有魚 沒有像什麼螃蟹啊 或者是蝦子 就白根吃魚吃爽的就對了 那這個魚最爽的是沒有刺 對焦對焦快對焦 你看這個顏色 超級好吃的 超級好吃的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影片的最後了 就是要在美加拉這裡結束 我在燕門本土的四天三夜 我是覺得太短了吧 應該說五天四夜 就真的太短了 下次還要來長一點 下次還會再來 下次我要去沙那 還要去亞丁 另外兩個政府的地方 那我們就明天早上十點半見 搭飛機前往Sokota Island 好 我們要跟這兩位 辛苦的實際說掰掰 掰掰 掰掰 沐卡拉的一晚就是那麼的樸實物化且枯燥 看電影買小吃甚至是打撞球都可以喔 想不到吧非常的愜意 準備前往Sokota Island 準備前往Sokota Island 準備前往Sokota Island A320的夜門 好了 在夜門本土待了四天 也拍了那麼多部影片 現在我們要準備離開 搭乘飛機前往熔利潛記 在中東之旅的最終章Sokota Island 一起來尋找傳說中的龍血樹吧